分手沒彈 好 我們一起來歡迎做媽媽 來 做媽媽 儀先生 你這個媳婦是怎麼做的 民主給我寫到電視台 你這裡的人是要怎麼看 高雄娘的媳婦是做一行的嗎 那這妳比較逼我的 我逼妳什麼嗎 我們家裡逼妳什麼 我家裡對妳不好嗎 給妳穿金帶人的對妳不好嗎 妳怎麼這樣妳還沒辦法 妳做什麼媳婦嗎 妳給我的我要嗎 我想嗎 沒有給妳嗎 只叫妳把家裡的事情做好妳敗不到 要把自己家裡的做好不會請妳庸人嗎 我們三十公的生日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為什麼請不知道啊 啊不知道啦 一樣妳就選不起來 妳要大人叫什麼媳婦 對對對 我 所有的事情我都選不會 妳們周家所有的規定我 國中的規定妳都選不 妳去幫我寫 都會滿意 妳在滿意什麼啊 寫一個日語 寫一個英文 妳是敗不到 妳寫不會 妳還跟著吵妳要鬧什麼啊 我媽媽說 妳還鬧到電視台來 我媽媽從小到大 也沒有叫我要學什麼 其實妳媽媽沒有把妳關好 所以妳去那台就這樣子 我看妳是老了 我剛剛講的話 妳剛剛在後面是都沒聽到嗎 妳耳朵有問題嗎 妳耳朵才有問題耶 妳眼睛才有問題耶 妳幹這樣抵我 我說妳婆婆耶 對 婆婆妳都敢抵了妳還贏 算好媳婦嗎 婆婆了不起 所以我覺得我沒辦法奉承妳 我沒辦法讓妳覺得很開心 當什麼媳婦嘛 請妳犯過我 請妳犯過我 請妳兒子犯過我好嗎 不可能的是我 拜託 求求妳 求求妳叫妳兒子跟我離婚 不可能的是 我們兒子跟你離婚 我們坐下面子拿到哪裡去啊 妳又叫我們擺到哪裡啊 我們是有頭有眼的人耶 妳從來沒有想過我要什麼 等我寫好了嗎 妳根本都 等我寫好了好不好 妳也寫好了嗎 妳什麼都沒有寫好 等我寫好 不會去請一個拜託就好了嗎 那媽媽妳會嗎 還是兒子懂嗎 我其實不懂啊 這次我要讓她去寫啊 她幫助我兒子啊 要不然我們坐家的事 要要放給誰 也是我兒子來管啊 妳早上他們也是這樣子寫過來的啊 為什麼她人去寫的會 妳都不會 坐下面子都敗光了 既然敗光了 那乾脆 媳婦說要離婚 那不行 不可能的啦 不可能讓他們離婚 哪可能讓他們離婚 她在外面有很多的女生外遇不斷 然後畫面新聞很多 哪一間呢 我告訴妳啊 不見得就說妳出去 所以媽媽媽妳也接受這種就對了 妳也可以接受兒子有其他的情婦 妳也通常做生意嘛 本來就是要這樣子嘛 通常做生意 跟熊女孩做生意 妳公公也是這樣子啊 我也是這樣子能夠來嗎 跟熊女孩能夠做生意 妳為什麼 所以妳老公也是這樣就對了 對啊 可是我還是 妳看我現在還是做得好老 全都在我的手上 那我報告 我請問一下 妳是在家裡 妳當時是排行老幾 她有大嫂二嫂 我老大啊 沒有啊 老大 所以妳可以接受小的就對了 對啊 為什麼我們 我們三四個媳婦都可以 為什麼妳都沒辦法學 我不會 妳真的學妳做不好 我不會 我不想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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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變主 都被妳拜光了 妳像什麼 妳兒子在外面有女人 妳不打她 妳不罵她 她說 她說 別別用啦 別別用啦 去他這所媳婦 拜家 當時是她瘋狂最強穩 把建立的事情 拜到家裡來了 當時是她一直黏成穩 妳會叫妳 你們在外面怎麼做生意啊 當初叫妳不要娶她 妳要 妳剛現在鬧到這樣子 像什麼 妳出生低啊 所以妳沒有教養啦 現在都會這樣子啦 對 我出生低 我沒有教養 多加少奶奶的位子 我不要做了可以嗎 不可能啦 竟然在外面有女人 妳怎麼會跟我說 不要這樣 妳怎麼會這樣 其他人有什麼媳婦 就說妳這樣 還有妳的媳婦這樣子 拜家 拜家 拜家裡來 周媽媽 我們是 我們是有頭有臉的 不要在這個電視的螢光幕打 請問不要再動手 妳剛剛在事業上 妳老公在事業上 怎麼做 這是妳們家的事 她的外面 妳們家不是妳在家嗎 她被狗仔隊 妳今天是我們說家的妹妹 她被狗仔隊 她被狗仔隊拍到 跟一個女學生 在去賓館開房間 妳不會罵她 對不起 我先跟妳道歉 我先跟妳道歉 妳不要說起 自己來話妳都怪不出 我也不管後宮爭鬥 其他人爭鬥 我媳婦真丟 好 好 我自認活該倒楣 我傻 我笨 我是瞎了也可以嗎 那今天請妳們 拜託妳們放過我好嗎 不可能 我不想再做 不可能 不可能那妳跟我兒子離婚 妳叫他們坐下面子 拿到哪裡去 她說媽媽妳需要什麼 那怎麼辦 又不離婚 她又繼續不守貴妳的規矩 我只要她好好的學這些 我跟她講的 那萬一她不學呢 她叛逆的不學呢 不學妳就好好的都有待在家裡 我受不了妳兒子 三天兩頭就是外遇 她還叫我說要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這是要梳解壓力啊 什麼東西啊 什麼啊 等一下 妳說妳外面有情婦是要梳解壓力 哪個大企業家不是三妻宿妾啊 妳甜言蜜語把我拐進妳們家 然後就擺在那邊 像閉箱一樣 妳說 妳說梳解壓力 那妳把我當成什麼啊 妳就知道我後面沒有 妳是會想錢 把錢拿回來妳要扣 我想總把錢回來啊 要什麼錢啊 我要什麼錢啊 我都把錢回進妳的戶頭了 還說沒什麼錢 她只會把錢拿回來 她媽媽拿點 那是之前 妳是不是想拐走我的錢 她只會拿錢拿回來 回娘家 妳還說我沒給妳錢 我要是一個月給妳那麼多 妳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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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要穿啊 妳都花我的錢 妳以為我稀罕嗎 如果要 如果不是為了要當妳們周家的媳婦 要讓妳們有面子 妳還不是要拿錢拿回妳娘家 讓妳弟弟跟媽媽媽過好日子 妳花了這錢妳還不起嗎 妳很厭 我還不起 我還不起可以嗎 妳還說我們專家對妳不好 可是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三天兩頭 三天兩頭就有女生 跑來跟我哭訴說 她是妳周慶婷的女朋友 在外面的情婦 然後就說 在外面有生好幾個小孩子 要過來跟我 跟我爭我們家的家產 妳來上報 妳這樣子 妳這樣子保我置於何地啊 她有帶回來嗎 她有帶回來嗎 這朋友看著女學生去開房間 女學生 她一直尊重妳 她如果沒有尊重妳 她就把女孩子帶回來了 妳還是不滿意啊 這個叫尊重就對了 媽媽 等一下 媽媽說 她如果尊重 所以她尊重妳喔 所以她只帶到賓館裡面去 那如果不尊重妳 直接在家裡是不是 這樣就算了 這樣就算了 那妳這樣妳還不好嗎 妳還不滿意嗎 妳還說沒有偷生小孩 那個女生前幾天打電話給我 說叫我把這個周上奶奶的位子 讓給她 她說她已經懷了妳的孩子 妳還說沒有 她隨便講妳就相信 我相信啦 妳相信 因為妳外面實在太多女人了 妳叫我相信誰 我能相信妳嗎 我能相信妳周靜庭嗎 周靜庭 妳來告訴我們 對象這個人是誰 什麼樣的狀況 有膽妳講出來啊 我們公司的小秘書啊 你看 她自動每天連我 是 我當然出去玩什麼不對嗎 這個女的妳有跟她發生關係嗎 有親密關係嗎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人家會大肚子 都懷孕了嗎 確定她是我的孩子嗎 不還會是我的嗎 唉 這個企劃在講什麼 這個企劃沒有意義 妳知道這個女生 那女生叫什麼名字 狐狸精啊 妳遠遠遠 妳就相信了 妳白癡啊 她就跟你講說 沒有這回事情 妳怎麼可以相信別人 沒有這回事會有照片嗎 照片 連照片妳都不知道 那女生叫什麼名字嗎 很正常啊 好 這個女生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女人她在女人 外面女人一大堆 她根本搞不清楚 那她現在說的是那個小秘書對不對 公司裡面小秘書 你有種說出來啊 叫什麼名字 孫如婷小姐 孫如婷 今天也來到現場 一起來歡迎孫如婷來 好小姐 你什麼意思啊 你什麼屈心啊 你什麼資格在這邊跟我講話 對啊 你如果現在沒有那個心 你不想做做超男 我來當嘛 幹嘛這樣要把我哼不讓他死啊 你滾啊 你滾啊 不是你好不好 你今天什麼資格在這邊跟我說話 你這個狐狸精 你憑什麼要說我 如果不是你的話 怎樣 我跟我先生也不用 鬧鬧先來離婚的地方 你跟我出去 誰叫你來了 你跟我出去 馬上 出去 出去 為什麼是我走 你明明就想離婚 你來到這個地方就是要離婚 對我想離婚 我想離婚沒錯 可是今天 這是我們的家無事 還輪不到你來給我出嘴 出嘴 菁婷 你不要這樣嘛 你看看他 他是這樣對我 我自己都對你不錯啊 你講話 你幫我講講話嗎 他是什麼什麼東西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幹嘛推我啊 你看菁婷他好兇喔 你看看他啊 你什麼東西啊 你跟我老公幹嘛 今天我還沒離婚我就是大老婆 你在做什麼 什麼不要放開 他現在跟我在一起啊 你幹嘛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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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是跟誰在一起 馬上給我放開 要他還是要我 要他還是要我 我但是要你啊 我怎麼這樣啊 我跟妳是從很多戲而已 聽到沒有 馬上給我滾開 可是我之前我對你一片苦心耶 你認識吧孫雅姐認識吧 認識 認識 孫雅姐你跟那個靜婷在一起多久了 三個月 三個月 你們有沒有親密關係 有沒有 有啊 當然有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有 太誇張了 你幹嘛殺他啦 你 你把我當成什麼啊 有這個狐狸精 有這個狐狸精在我看了叫我的 走開 可是我肚子都問你的小孩了 你確定是我的嗎 你確定是我的嗎 為什麼不是 我只是這陣子跟你在一起啊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這樣否認 為什麼你要這樣否認 走開 那你跟他離婚嗎 跟我在一起 跟他離婚不可能 為什麼 我都已經有你的小孩 而且你這陣子 也這麼喜歡我 而且我也這麼喜歡你啊 哼 孫如婷是不是 你也是被耍得完的啦 怎麼樣 當情婦好嗎 好 這個位置讓給你啊 黃小姐 這不是我跟他的事情啊 靜婷 你說句公道話嗎 好 靜婷 有可能嗎 有可能你為了他 孫如婷現在有你的小孩 為了他跟你的老婆離婚嗎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我跟妳只是玩玩而已 可是我肚子裡面有你的小孩啊 他也算是你的骨肉啊 算是你的家屬也不可能 有小孩要怎麼樣 不能打掉嗎 好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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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不可能給我兒子跟你在一起 你走開 小孩 對啊 不可能 你要的話你就給我乖乖 幫他的情婦 要不然的話免他 讓你進門的話不可能 你願意嗎 我不管 就是讓他負責啊 現在就是用他的小孩啊 菁婷 你現在到底想怎麼樣嘛 你就快當情婦 幫你做好 可是我這麼愛你 你為什麼不能給我一個答案 你當初說好的承諾 承諾呢 不是說你愛我嗎 你現在呢 你現在怎麼樣 你給我一個答案啊 我有答案你什麼嗎 你之前給我的承諾啊 我有給你什麼承諾嗎 就在上禮拜啊 上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一的晚上啊 早就忘記了 他們做好 你我早前晚上說的事情呢 你都忘了嗎 早就忘光了啦 那天晚上你對我做的 那麼浪漫的事情 你說過你愛我的 不是嗎 有嗎 不是嗎 有嗎 你早就說了 你為什麼沒有這樣子 你為什麼做不到 為什麼 我記錯了 哪有記錯 為什麼 你可不可以一直這樣說 你愛我的 給我答我 還沒做好 你要不要大大的情婦 你說 要的話你就給我快快坐那邊 要不然你告訴我 拜滿在這陣子 你告訴我 你不是啦 你為什麼一定要招逼我呢 我現在就害怕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為什麼連你都不相信我 你是長輩的人 你應該比較明理啊 為什麼 你靠家有頭有四的人 不肯定 不肯定讓你這種女人進來 你不要過來 可是我已經要在一起三個月 三個月 你再打掉 我現在給你 你要房子我也給你 不行 這是他的小孩 這是骨囊 你再在外面亂搞 誰知道是你誰的孩子 你進去幫我跳 你們為什麼都要這樣對我 我真的對他一往情深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用啊 你不要這樣子害我 快 不要這樣子我恨你們了啦 你再沒有用啊 他一個男人這麼暖落 你笑什麼 他家裡搞得什麼樣子 可是我是把你的群伏趕掉了 只要你好好給我待在這邊 當我們周家的媳婦 離婚不可能的事情 幫我把他趕走了 你 我要感謝你嗎 你覺得我應該感謝你嗎 現在一個 現在一個 以後的十個 以後的一百個 以後的一百個 你怎麼幫我處理啊 我受夠了 你把家裡亂的什麼樣子 我不需要 你把這個家炸什麼 我這個老公我不需要 我不管 我決定就是我要離婚啊 而且之前 之前喜歡我的 喜歡我的那一個男朋友 他等了我25年 你還有之前的 你還要跟之前的男孩子 在一起啊 你這個時候講對嗎 他等了我25年 好 所以說 你現在覺得就是說 你有一個依靠就對了 所以你敢離婚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男生很重要 是不是 是不是 他等了我25年 所以 然後 你跟他講 以前我們鄰居的一個大哥哥 是我們以前鄰居的一個大哥哥 那因為我跟他說 我的婚姻是如此 看看你怎麼對我 你怎麼對我 任何人都知道好不好 所以媽媽跟妳先生這樣 媽媽跟妳現在在乎了說 妳跟這個男生 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 這幾年當中有關係嗎 我那個朋友還 我那個朋友還很愛我 他說如果我離婚的話 他願意娶我 妳跟他聊起這件事情 說妳要離婚 所以他如果說妳要離婚 他願意娶妳 對 他一直在等我 妳這丟臉 丟臉丟到我們桌家來耶 是誰先丟臉的 是妳兒子先丟臉 妳幫著他一起丟臉的 妳現在妳還跟那個男孩子在一起 那不叫丟臉嗎 我沒有在一起 我沒有在一起 我有沒有在一起 我有沒有在一起 因為你們的司機 非常的清楚 扯平啊 扯平 妳在外面有女人有小孩 妳跟我說扯平 妳自己還不會講說妳有男人 我沒有說有男人 我是說我之前的男朋友還在等我 你今天要離婚 就是為了那個男孩子對不對 妳決定要跟他離婚的目的 是要跟男友結婚嗎 是不是 我要跟我老公離婚 然後跟我之前的男朋友結婚 因為他願意等我 對 對 她等我 她等了我25年 想當妳的頭漢子嘛 我們是清白的 清白的 我們是朋友 我們是這樣子 妳能證明嗎 好 問得很好 妳能證明嗎 那誰來證明呢 那這個男生來證明 這男生叫做 她叫魏琪雅 魏琪雅 妳現在歡迎魏琪雅 來 男友也來 好 男友也來了 好 男友也來了 小萱 威大哥 好 請過來這裡 請過來這裡 你看她的親密還算沒有 她是我們的鄰居 我們以前小朋友的鄰居 妳們還用過的她吧 妳看賢孫小姐 妳現在勾著棉男人啊 妳現在勾著棉男人啊 你們現在很認識的這樣子 你們現在很認識的這樣子 夠了 妳看 你們還是沒有 一個溫柔婉約的小孩子 一個溫柔婉約的女孩 進了你們周家 還穿這個樣子喔 還穿這個樣子喔 怎麼樣 有錢臭屁嗎 妳懂她要的是什麼嗎 我就是養得起 她妳養得起嗎 我不在乎 我們不需要備養 不在乎 妳目前就很在乎 我們不需要備養 以前是以前 過了 懂嗎 妳沒辦法 妳沒辦法給得起她要的 含酸樣 她要的是 她要的是平凡的快樂 什麼態度 就是這種態度 怎麼樣 她要的是 妳不能夠給我的 什麼 我們要的只是平凡的快樂 對 妳婚前不是冷冰冰的一個家 沒有人 妳婚前不是這樣講的喔 好嗎 那是婚前 我後悔了 她現在懂了 原來妳婚後跟婚前判作兩人 現在懂了 她要的不是妳在外面搞七年三的 懂嗎 那她現在跟你在一起 她也不是跟你 我們沒有在一起 如果說 我們離婚的話 我們我要做什麼 跟你什麼事啊 我們不需要賓士 不需要豪宅 我不在乎 我們已經不需要了 我只要自由 原來婚前那麼喜歡 現在就不喜歡了喔 是 怎麼樣 我們現在只需要平凡的過日子 給小孩子很正常的環境 可以成長就好了 不需要小孩子 長大要變成像妳這個樣子 她也是我的孩子 我可以嗎 妳當成我的孩子 怎麼樣 為了她 我都可以 妳行嗎 妳看 妳連妳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 妳這禿頭難 滾 怎麼樣 滾 妳現在有什麼立場跟我說 該滾了這裡吧 好 不要推擠 不要推擠喔 不要推擠 來 好 妳教了一個流氓是不是啊 流氓總比妳這個 斯文的委居只好 教宿 大家都念過書 我在後面已經忍很久了 不要忍很久了 滾 滾 滾 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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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後面已經忍很久了 對 出來可以好好這樣講 完全是為了畢萱 妳懂嗎 她在妳那裡已經被糟蹋夠久了 今天老師說 大家理性來講 要嘛 妳們就簽字離婚 小孩子我們帶走 妳不要不只好想 不然上法院 我告妳法案起來 你們家大事大 爆出來是妳們吃虧 你告不過我吧 我們已經 我們沒有什麼 我們沒有什麼好怕的啦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欸妳在禿頭啊 滾啊 滾 滾 這也是妳的地方嗎 不行不行不行 我就才大 我就才大事大 嗯 然後呢 妳能給他什麼 妳能給他什麼 妳能給我 從今天一開始到現在 她什麼時候是笑過的 在妳面前 她什麼時候是笑過的 她什麼時候是開心的啊 妳憑什麼要來我們家 跟我們大聲叫 不用叫 我尊重妳是長輩 請妳不要動手 她也是愛我的錢 才跟我在一起的啊 對他們的幻想 每個女孩都會有啊 誰不希望被真心愛的 妳難道說妳愛過每一個女人嗎 那個也是嗎 妳分了多少的心力給她 我告訴妳 我只能賺五萬塊 我可以為她花五萬塊 妳賺一百萬 妳能給她多少 我看妳連自己都養不起了 那怎樣 穿這身 這什麼啊 離婚吧 妳不用再講了 穿怎樣 跟妳的婚姻有什麼關係嗎 既然妳們這麼不明事理 有錢人嘛 妳臭屁 告訴妳們 我們都已經豁出去了 沒什麼好說的 碧璇 走 來 欸欸欸 快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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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妳不要動出 你還沒有幫我兒子離婚 妳不要拉扯 我不要拉扯喔 我們走 為什麼要跟兒子離婚 走 為什麼大家不要跑 好 不要 我碧璇給我回來 碧璇我們走 碧璇妳不能走 碧璇妳不能走喔 告訴你們 自己考慮清楚 好好的簽字 離婚 好 魏先生 魏先生妳現在也不能帶碧璇走 對 我希望妳跟那個碧璇 你滾 請妳尊重一點 你滾 尊重妳是長輩 她是我媳婦欸 她還沒有跟我兒子離婚欸 妳憑什麼帶她走 對 分 妳有把她當媳婦過嗎 沒有嗎 妳滾 那是我們做家的事情 不關妳的事 分 都不要推擠 來媽媽妳也不要推擠 你太過分了吧妳 如果 對不起楊軒 如果妳能夠 把這件事情 像我們講的 合理的解決 進來 不要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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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拉扯 我們先不要拉扯 大家都不會走 如果這件事情 可以合理的解決 我們可以進去講 是 告訴妳事情 離婚 沒有 魏先生我覺得大家把自己的 今天我不是 一定要跟她結婚 我不是為了跟她結婚來的 我可以為了她 我來照顧她 妳要不要回去 妳要不要回去 妳要不要講清楚 要不要講清楚 我回去講清楚 我不希望害了魏大哥 魏大哥對我這麼好 沒關係 接著妳這樣講 我們回去 回去 好不好 來 接受回去 來 我們就走 你們這種有錢人的一種 家事裡面 有你們的規矩存在 但是妳來聽聽 我們這個陪審團 給你們的建議書 好不好 來聽聽建議書 各位再把自己 內在的一種需求 表達出來 好不好 我們看如何解決 來 如中 首先我們給的是妳主角 碧萱的建議 碧萱啊 妳說妳完全不知道 周家的家規 是不合理的 因為如果妳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妳要負點責任啊 因為妳一點都不了解 夫婿家的背景就嫁過去 代表婚前妳一點功課都沒做 妳真的是被錢衝昏了頭 再來 妳努力當個好媳婦 我們肯定妳 但可能是努力不得法啊 因為妳沒有抓住人心 好比說妳說妳不喜歡 聽到別人慘媚 但是有誰不喜歡聽好聽的呢 不要把別人的慘媚 或是貼心 或是懂得欣賞別人的優點 當作一件不好的事情 而且慘媚這件事情 也並非絕對的壞事 我們要給周先生 靜庭的 以下的建議是 老婆的委屈啊 不一定是要獲得 公理或正義的伸張 他可能只需要老公體貼 安慰幾句 甜蜜語的幾句 妳的老婆 有可能會為妳做死做活 再來 今天周先生在現場的反應 以下萬一有一點得罪 我只是講評 不要遷怒於我 那就是 不知道是妳內斂啊 還是妳反應慢 還是妳被妳媽媽牽著鼻子走 因為我根本看不出來 妳今天到底要什麼 妳為什麼要娶妳老婆 我更不清楚 只是為了生孩子嗎 或是只是為了帶出場呢 如果這就是所謂的豪門企業 我不僅想問 難道豪門的三七四切 真的是因為心靈太空虛了嗎 今天針對這一集 我有以下的建議是 當然妳可能可以說我假倒雪 也可以說我說的是真心話 那就是 錢不能買所有的東西 錢無法控制人心 說得太好了齁 真的 我們有時候看到一本書 叫醜樂中國人當中裡面 他也把很多的例子說出來 我們今天好像看到一則例子一樣 所以各位 是不是要稍微重新再來想一想 還是有好的一面嗎 未必一定要說得這麼絕 這麼難聽 難道豪門就沒有好的人生嗎 豪門就沒有真的好的豪門嗎 這個是一個最不好的一種案例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讓 他們兩個夫妻做一個抉擇 如果你不想要離婚的話 我就希望你能夠保持在這裡 跟你的老公面對面 有一段話要說 如果你堅決要離婚的話 那大門就在那邊好不好 我們來進行最後來 最後的抉擇倒數十秒鐘來 來 碧萱請抉擇 碧萱將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呢